老人摔倒 好心人救助 反备 你怎么陪草 你不陪是吧 不陪 等你多会儿陪草完了 多会儿来取决 你这人怎么会这么讲 遇到这种 民法典里责任如何认定 法治进行时稍后为民多出 学习民法典 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治理念 这里是由山西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 山西省司法厅和山西经济资讯频道 联合推出的普法教育栏目 法治进行时 我是主持人王涛 那么开始今天的话题之前 首先想问大家伙一个问题 如果走在街上 您遇到了一位摔倒的路人 您会上去服吗 有的人或许会 有的人可能要考虑一下 而有的人会选择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明哲保身要紧 那下面这位张先生 他也遇到了一道这样的选择题 我们来看看他是怎么做的 清晨刘大爷晨练后回家 走着走着突然感觉一阵血晕 他扶着一旁的树摔倒在地上 这时张先生正好骑着车从远处过来 老师傅 你咋了 你咋了 老师傅 醒醒醒醒醒醒醒 师傅 你咋了 怎么晕倒了 心脏不好 手带里有药是吧 你坚持住 坚持住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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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傅 你再坚持一下 我马上给你打120 快快快快 喂 120 们 在小环医生这边 有一个老先生忽然运动了 请你们马上过来一下 这边需要急救 老人有心脏病 嗯 嗯 好了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哎 你把我装倒 不不不 我我看见他摔倒了 我就过来扶了 不是 不是 你走 你为什么要扶 你不能走 你不能走 那我就扶了 是吧 你们还要合上人了呢 不行不行不行 哎 不行 见老人儿子拽着自己不让走 张先生有些慌了 他想 难道自己被讹上了 面对眼前的状况 无辜的他只想尽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哎呀 我跟你说不行个道理 你这人 你怎么赔偿 我走 你不赔是吧 好 我不赔 好 哎 哎 哎 你怎么非法扣留别人财物 这是违法的 你知道吗 怎么非法扣留 等你多会儿赔偿完了 多会儿来取执行车 哎 你这人怎么回事 那边 我就报警啊 我打拥了离开我 哎 爸 爸 哎 哎 哦 儿子 你冤枉人家了 爸 你摔糊涂了吧 我 肯定是发装的 一头晕 眼前一黑了 就摔倒了 啊 小伙子是个好人 小伙子 谢谢你了 哎 我谢谢你了 您给我解除了误会 谢谢你 小伙子是个好人 不用客气 不用客气 应该的 应该的 赶紧送医院 送医院 刚才不好意思啊 哎 误会一次 没事没事 不打完你了 没事没事 没事 没事 赶紧送医院 好 谢谢 谢谢 好 我们俩扶你起来吧 老先生 哎呀 怎么样 怎么样 赶紧送医院 那么啥 好 没事 没事 谢谢 谢谢 哎 对 那个车的钥匙给你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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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您看看 幸亏最后老人 还了张先生清白 要不恐怕 张先生也真的不好解释啊 那在民法典中 也新增了对应的条款 将有助于破解 服不服的问题 今天我们的演播室 为您请到的 依旧是山西国进律师事务所的 崔健律师 来跟大家聊一聊 服不服与侵权的相关话题 崔律师您好 欢迎您再次做客演播室 您好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那崔律师 刚才的这个案例当中发生的事啊 我们在生活当中其实见过不少 对 服老人被讹的事件 也是曾一度引发公众的信任危机 出现了很多人都不敢伸出援手 这个救助 甚至还出现过 有人在救助他人的过程中 全程拿起手机来录像 来证明自己情况的这种尴尬的 这种现象是吧 是的 这些新闻呢 我都看过 是的 那么崔律师 民法典出台之后 在服老人这件事上 都加入了哪些新的规定 对于改善 遇上老人摔倒不敢服的状况 能够产生哪些积极的作用呢 近几年呢 很多服人反被讹的事件呢 层出不穷 一度呢 网络上 电视上有多次报道 引起了大家的热议 对 社会上呢 关于服不服 救不救 管不管的问题 确实困扰着我们 许多热心民众 一方面呢 是热心民众乐于助人 看见别人困难 就想上去帮上一把 另一方面呢 他们又怕因为自己的多管闲事 给自己找下麻烦 那么在2014年春晚的 一句小品台词呢 人心倒了 就再也扶不起来了 说的呢 就是这一现象 那么民法典中 针对这种情况呢 也做了新的规定 民法典第184条规定 紧急救助人 不承担民事责任 也就是 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 造成受助人损害的 救助人 不承担民事责任 这一条呢 对服不服 救不救 管不管的问题 做出了针对性的规定 争显了法治的进步 所以呢 民法典实施以后呢 老百姓呢 可以放心的救助他人 如果因为你的救助行为 造成了他人损害的 我们建议勇为人 不承担民事责任 这就为 营造人人为我 我为人人的 良好互助氛围 提供了法律保障 杜绝了 建议勇为人 流血 又流泪的情形 是的 之前确实也曾经有过 新闻报道过一件事啊 说是有一位好心人 在对昏迷的路人 实施救助的时候 是不慎压断了 对方的肋骨 导致昏迷人的这个 伤势加重 最后家属索赔的 这样的事情啊 那民法典中新增的条款 就能够解决 这样的问题是吗 是的 那回到我们的案例当中 我们注意到啊 前面的故事当中 还有一个情节 就是老人的儿子 为了防止张先生离开 扣下了他的电动自行车 那他的这种行为 是否违法 老人的儿子 扣下救助人 张先生电动车的行为 是不对的 电动车呢 是属于张先生的私有财产 对 老人的儿子呢 无权扣押 人家的个人财产 对 但是呢 在民法典第1177条中 也有规定 在合法权益受到侵害 情控紧迫 且不能及时获得 国家机关保护 不采取措施 经实其合法权益 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 受害人 可以在保护 自己合法权益的 必要范围内 采取扣留侵权人的 财务等合理措施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 应当立即 请求有关国家机关处理 并且呢 如果受害人 采取的措施不当 造成他人损害的 也是需要承担侵权责任 那在刚才的这个案例当中呢 老人是自己摔倒的 最后呢 他也证明了张先生是无辜的 无辜的 这只是一场误会啊 但是如果说老人和儿子 一口咬定就是张先生撞了他 并且呢 所要赔偿的话 他们这种行为该如何定义呢 这能不能算是一种敲诈 如果老人和儿子 要是编造事实讹人的话 就是敲诈勒索的行为 那么贤书少的话 在1000元以内 按照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 敲诈勒索的出5日以上 10日以下居留 如果金额较大 或多次敲诈的 还经触犯刑法 经会受到刑法的制裁 并且呢 老人和儿子故意诬陷 张先生 可能还涉及诽谤行为 对 侵犯张先生的名誉权 张先生可以运用法律武器 维护自身权益 没错 无论在什么情况下 在遇到侵害时呢 一定要用法律武器 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啊 但是说实话 有时候呢 我们并不是很清楚 哪些情况下 我们是可以索要赔偿的 哪些情况是需要 自己承担责任的 那下面这个案例当中的 主人公小刚 就遇到了这样的问题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小刚是一名在校研究生 平时酷爱运动 作为校篮球队的主力球员 表现非常优异 今年校季篮球赛 小刚所在的球队 还有望冲击前三名 这让他更加自信 但是在一次比赛中 小刚不小心受了伤 小刚上来躺一下 躺一下啊 躺一下先别着急 可以再起来吧 行吗 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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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他继续打 小八 你跟我不要紧吧 我们去优势看一下 没事 现在场上比分比较悬熟 我往里继续打 他把比分拉开了 咱们就追不上了 但是你看你这个伤太严重了 没事 捧点要继续上吧 真能坚持吗 可以 可以 你来扶一吧 谢谢 继续上吧 小刚简单处理伤口后 忍着疼痛继续打球 最终球队赢得比赛 可是在接下来的半个月里 小刚觉得胳膊受伤的地方 经常疼痛 于是去检查 医生 我这个伤很严重吗 从这个片子上看呢 你之前这个左手臂呢 受过这个严重的撞击 然后造成了这个软足的一个磋伤 知道为什么 经过这一段时间呢 已经恢复了 但是你的这个巩固下段 连接持续的地方呢 出现了一条骨裂 骨裂 这么严重 医生 那我以后还能打篮球吗 我接下来还有一个 很重要的比赛要参加呢 比赛还是放一放 照你现在这种情况呢 别说是打篮球了 就是说是以后 这个剧烈的一些活动呢 估计也会引起这个肿胀和膨胀 这么严重了 小刚思前想后 觉得自己是在学校组织的 篮球比赛中受的伤 那么 学校就应该对他的安全负有责任 于是 他来到校长办公室 商谈赔偿事宜 先生您好 您看我在前两天咱们学校组织的 这个 小季篮球比赛当中呢 我胳膊受伤了 我医生一看的时候 我以后这个胳膊都不能做剧烈运动了 您看学校怎么样给我解决这个 我受伤这个问题 小刚同学 你受伤对你的痛苦也能理解 但是 我们校务会也研究了一下 能给你一些营养费 但是你要说是要其他的赔偿 我觉得和我们这个学校也没有关系 恐怕也不能给你一些什么赔偿 男朋友说这样不合适吧 怎么能跟学校没有关系呢 篮球比赛是学校组织的 而且我是在学校组织比赛能受伤的 我也是为咱们学校争光 最后成绩也非常好 这学校怎么能不赔偿我呢 小刚同学 你受伤了 学校也很难过 但是这个 比赛 大家都是自愿的 是吧 也没有人逼你参加这个比赛 但是这个伤 我也了解了一下 确实当时比赛的时候 你也受了点小伤 再说这个比赛 现在已经过去半个多月了 你现在才来找学校 又怎么能证明 你现在这个伤和当时 半个月前 在比赛中受的那点小伤有关系 我们学校还是不能给你赔偿 张校长 在这个比赛当中 我的队友 包括教练 还有其他参赛官都能证明 我当时确实受伤了 你说的这个 现场有人证明 我们也找你当时的教练 还有你的队友去核实过了 他们说是 那个 当时受伤了以后 教练也劝你说是 赶紧去医院看看医生 要紧不要紧 你说不要紧 还能继续参加比赛 而且你当时 马上就又参加了比赛了 那就说你当时 伤势没有这么严重 那么现在你说伤势严重了 说明是你护理不到造成的 你没有理由向学校要赔偿 张校长 我当时你看 在场上比赛 我也是为了取得更好的名次 你看最后也是取得更好的名次 而且我是主力队友 我为了给他们拿到更好的名次 所以继续参加比赛 容易是学校的 然后受伤了我就没人管了 你们如果这样处理的话 那你们自己看着办法 您看小刚打球时受了伤 他认为自己是为学校的荣誉 参加比赛才受了伤 所以学校应该予以赔偿 那所以是他的这个观点 在法律上会不会得到支持 校方需不需要承担责任呢 还有就是跟他一起参加比赛的人 需不需要共同赔偿 第一这种情况呢 校方一般是不承担责任的 我国民法典呢 新增了这个资源风险条款 民法典第1176条规定 自愿参加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 因其他参加者的行为受到损害的 受害人不得请求其 其他参加人承担侵权责任 但是其他参加者对损害的发生 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处外 小刚参加篮球体育活动 应当自己承担一定的体育风险 如果不是因为他人的故意 或者重大过失遭受损害的 小刚是不能要求其他参加人 承担侵权责任的 其实在很多人的一般性认识当中呢 我在哪里受的伤就应该找哪里索赔 大家都是觉得这样认为的 比如说在商场滑倒了 那商场就应该负有赔偿责任 我在学校受伤了 那学校就应该赔偿 这么看来这种观点是不完全正确的了 是这样的 那么在民法典的规定里 在校内发生的侵权伤害中 哪些情况学校需要负责 哪些是需要当身自己承担责任的 我国民法典对教育机构的过错责任 做出了明确的规定 在民法典的第1199条 第1200条 第1201条规定了 在校内发生的侵权伤害中 如果学校没有进到教育管理职责的 应当承担侵权赔偿责任 但是如果学校进到了教育管理职责的 则一般不承担赔偿责任 那么什么叫做学校的教育管理职责呢 比如说孩子在逃课的时候受的伤 学校没有进行严格管理 导致孩子逃课受伤 这就是学校没有进到教育管理的职责 学校对此是要承担赔偿责任的 明白了 说到学生 现在不少学生都会在课余时间 玩网络游戏 有的学生为了获得更好的装备 或者说是进击的快一点 还会给游戏充值 之前有不少的新闻报道 说有的学生偷偷用家长的手机 比游戏充值了上万元 家长突然发现有大笔的钱没有了 像游戏平台所要 却要不回来了 像这种情况 民法典中有没有相关的规定 充值的钱能要回来吗 是这样 近年来随着网络游戏的上行 随着网络充值越来越便利 为成年学生擅自利用父母的手机充钱 造成大量损失的行为越来越多了 为此我国民法典也做出了 兴用的规定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实施的存货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 或者与其年龄 智利 精神健康重控 先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 实施的其他民事法律行为 经法定代理人同意 或者追认后有效 也就是说8岁以下的孩子所实施的充值行为 一律无效 8岁以上 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大额充值后 需要获得父母的追认 如果父母不同意的 充值行为也是无效的 父母都是可以要求游戏厂家进行退还的 所以父母只要能够出事 是孩子偷偷充值的证据 游戏公司也是会进行退还的 那么在实践当中 也确实有很多游戏公司 退还充值费的报道 是的 那在生活中 我们难免会遭受到一些不法侵害 或者说是侵权的一些情况 遇到这类事情的时候 就必须要拿起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民法典集合了我们生活中 方方面面的法律内容 指引着我们的法治道路 让大事小情都有法可依 有法可管 只有这样 我们的社会才能更加安定 生活才能更加幸福 好了 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里 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我们也要再次感谢 山西国际律师事务所的 崔健律师做客演播室 并且带来的精彩解读 谢谢您 那么在这里还要提醒各位 我们栏目现在已经开通了 法律咨询热线 如果说您在生活中 遇到了法律难题 可以随时拨打 0351-8300315 来向我们咨询求助 我们将会安排专业律师 例如答理解读 好了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 法治进行时 继续带您边看节目 边互动 请不吝点赞订阅